有些人操作这个手法觉得有困难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手法来代替它 因为很多情况下 尽管手法的外形和动作不一样 但是它的手法的一个作用的原理 和作用的效应是接近的 好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技术可以用另外一个手 我可以两边都要换你 我先做一遍 那么这个比方说一禅这个推 如果做的不熟练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摩执的揉法 我们这边也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